BNT疫苗持续在华联县各国中高中生陆续开打 县长徐真卫24号特别前往吉安乡 关心宜昌国中学生疫苗施打的情况 而且还提醒学生们要随时注意个人的身体是否出现不适症状 周末假期一定要好好在家中休息 24号这一天宜昌国中和玉里国中同步施打BNT疫苗 广泉县卫生局长朱家祥陪同现场徐真卫 特别前往吉安乡关心宜昌国中学生疫苗施打的状况 宜昌国中623名学生接种疫苗接种率达98% 学校与美丁氏打法降低学生移动率 现场徐真卫也亲自到场关心 他除了感谢学校和家长们的配合 也提醒学生们接种疫苗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的产生 可以申请疫苗嫁反加 周末假期也务必带在家中多休息 那这一次进来是佛儿我们的12到18岁的 以及大专院校的青年朋友 还有我们学生孩童 所以我们要谢谢民间企业的支持 响应才有办法够得BNT进来 让大家来施打 而这一次我们的药剂其实很珍贵 非常非常的珍贵 我听我们的朱家祥局长还有我们医院院方的院长说明 这个一个一瓶小小的针迹 一共是0.45cc 再这样子0.45 一瓶就6千块钱 1.8cc的生力石油水 之后摇一摇晃晃晃以后 再抽出0.3cc给大家施档 所以这个除了精密的设计以外 还要很全神关注的把它抽出来 所以我们要谢谢我们的护理阿姨们 我们是不是谢谢院长还有护理人员好不好 因为每一针0.3cc 一千块如果多抽 那后面的人就少了 或许会少一个人少两个人 所以我们真的还要谢谢 这个医护人员精准的这个抽针 还有打针让大家不会很痛 欢迎新闻视频长 朱家强表示BNT最常见的副作用 是注射部位红肿痛 适当冰肤就可以减缓 其他副作用包括发烧疲倦头痛等等 一般来说不适应状况会在三天之内减缓 但若症状加剧或三天之后一点不舒服 就建议进宿就医 记得就容易减少不老